Guten Tag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,我是你们的德语老师莫妮卡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原音 原音发音的时候,我们的声音圆润洪亮,气流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 原音分为长原音和短原音 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发音的时间长短 并选了在气息上也有所不同 我们知道原音是一种因素,是一种发音 能发出这个音的字母叫做原音字母 在德语中我们一共有八个原音字母 下面这三个字母是 变原音字母 那这八个原音字母在单词中 有时候发长原音,有时候发短原音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第一个是长原音 我们刚才说了原因是一种发音 那长原音 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共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字母 第二种情况是双写字母 第二种情况是双写字母 第三种情况是字母 阿,哈的字母组合 发呢 半 那 好,这是长原音 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短原音 阿 短原音阿 短原音阿 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字母 阿 alt 阿伦 Stadt 好 那我们刚才注意到了 字母阿 有时候呢 既发长音 有时候呢 又发短音 那什么时候发长音 什么时候发短音呢 大家先不要着急 我们呢 在接下来的课中呢 会给大家讲解 那现在呢 大家只需要注意它的发音 以及呢 这个发音在单词中的 字母表现形式就好了 好 这是短原音阿 接下来 长原音 一 我们来看一下长原音 一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 第一种情况是字母 一 TIGER KRISE MINE 第二种情况呢 是字母 EA的字母组合 Lieber Nee Meter 好 第三种情况呢 是字母 EHA组合 E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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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是长原音 E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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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我们来看短原音 E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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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看短原音 EA 接下来长原音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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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来看这个长原音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 一共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字母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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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 TOUR 第二种情况是双写O BOOT MORE MOS 第三种情况呢是字母O与字母HA的组合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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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这是长原音O O 接下来我们来看短原音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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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原音O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是字母O O 我们来看一下 ZONA TOUR GOT 好 这是短原音O 接下来我们来看长原音O 长原音O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字母O GOOD MOOD NUN 第二种情况呢是字母O的组合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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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来是短原音O O 短原音O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字母O MUND KOOPER BUND 好 接下来呢是长原音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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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W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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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呢是短缘音 短缘音 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是字母 我们来看一下单词 第二种情况呢是字母 接下来呢是长缘音 长缘音 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字母 第二种情况呢是字母 第二种情况呢是字母 的组合 第三种情况呢是 的字母组合 好 接下来是短缘音 短缘音 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字母 好 接下来我准备把三个原因来进行一个对比 因为呢这三个原因在我们读德语单词的时候经常容易混 我们看一下是哪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长缘音 A 好 第二个是长缘音 A 发A的时候呢 我们的嘴巴要比发A的时候要稍微的大一些 A 好 第三个呢是一个短缘音 A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长缘音A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是字母A Eben Lazen Geben 好 第二种情况呢是双写字母A T Cafe 大家在读Cafe的时候一定要同英语的我们的读音相区别 德语读Cafe 好 Z 第三种情况呢是字母A的组合 Felen Gain Mail 好 接下来呢是长缘音A 长缘音A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是字母A 我们来看一下 Bear Lazen Heaven 好 第二种情况呢是字母A的组合 Fair Air Mair 好 接下来呢是短缘音A 短缘音A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是字母A Teller Teller Essen 第二种情况是字母A Manner Ander Hander 好 接下来是一个短缘音A 短缘音A在单词中的字母表现形式呢 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字母A 我们来看一下单词 Kata Dama Nama 好这是短缘音A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那至于字母在单词中何时发长音何时发短音呢 我们下节课给大家揭晓 字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